我們今天再來練習一下Canva的立體效果 待會我們 就會打美味可口這四個字 再放一些圖片 好像有立體穿插的感覺 首先我們先新增一個頁面 我們在元素這個地方 我們來搜尋漸層 我們選擇簡單的漸層圖片 把它設定為背景 OK 接下來我們使用文字 一樣的我們打入剛剛 美味可口四個字 這個文字你可以直接從這個尺寸這邊放大 或者是用拖曳的方式 把它放大 我們可以設定一下它的外框 這邊有外框的顏色我們可以選 字體的顏色如果要改的話 沒關係你就自己修改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放個玉米進來 或者是 各位放其他的 素材 我們把這個玉米放進來 我們把這個玉米放進來 我們擺在這個地方 縮小一下 我們點這張玉米的照片 選擇 建立副本 或者就按 Ctrl加D OK 那麼利用 鍵盤的方向鍵去做微調 上下左右方向鍵去微調 讓兩張圖呢 我們可以 疊合在一起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拉動這個 圖片做裁切的效果 左邊這邊看起來比較自然 右邊這裡會怪怪的 就是從 這個頁片從底下好像穿過來 所以上面這裡我們可以 再做調整 調這個樣子 或者是剛剛 這樣其實也還好 那如果 這一邊 這一片葉子要修正的話 我們可以再點進來 這邊有一個 魔法橡皮擦 剛剛是這一片葉子 這一邊 我們不需要 顯示出來的話 我們把這一邊 擦掉 然後按清除 然後按清除 好 那我們回到 剛剛的畫面 有沒有 剛剛 這個頁片就擦掉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們要塗好一點 OK 那我們再放個 鍋鏟進來 旋轉一下方向 我們旋轉一下方向 好 那我們把他的位置呢 往後 一個塗層 好 這裡一樣 Ctrl加D 複製 然後利用方向鍵 做微調 好 這樣子就感覺這個鍋鏟呢 是從這一邊 穿插進來 就有一個 立體的效果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 再找一個主廚 那我們直接用這一張 OK 背景我們可以 選深色 好 那效果就不錯了 深色的背景放進來 原本這一張 選深色的背景 比較好看 OK OK 那這樣子 立體的效果就 蠻明顯的 謝謝收看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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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